宜兰又有教师确诊 宜兰市某国校昨天晚间传出一名外聘体能老师确诊 校方表示这名个案跟前一天公布的罗东舞蹈老师 都是来自桃园市同一个舞蹈工作室 疑似是同一条传播链 礼拜二这名老师才刚带班级去绿博参观 除了校方针对全校师生筛检 绿博也休远一天召回全体的员工裁剪 不过校园疫情多点爆发 现在连台北市也在传出两间学校中招 国校里面学生排排站好 一个个上前戳鼻子筛检 虽然有些紧张还是乖乖配合医护人员 宜兰再传出有教师确诊 而且这名个案和前一天公布的罗东国中确诊舞蹈老师 疑似是相关个案 也是他们的团队吗还是 是他有跟他在同一间教室上 根据了解这名个案 为宜兰市某国小外聘体能老师 每周在学校有20堂课 周日前到台北和有人吃饭 虽然周一没有进学校 但周二有待班级去参观绿色博览会 隔一天晚间就传出确诊消息 校方也紧急针对500多位师生安排裁剪 筛检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会先请这个学校进行预防新的一个停课 一天 那是这个筛检的状况 我们再来评估后续的几次 而被列为足迹的宜兰绿色博览会 31号休闻一天全面清销 工作人员也通通被叫回来筛检 只是现在目前不知道 是说筛完的时候能不能回去上班 剩下两天就放廉价又四天了 工作怎么办 只是消息一出引发不少民众担忧 因为出现足迹的同一天 不少学校都有带班级去参观绿博 原方也紧急呼吁 29号和30号到访绿博的民众 尽快就进筛检 只是这疫情烧进校园 同天上午台北市也宣布 新增两间学校有确诊个案 一次都是邻近县市群聚感染后带回校园 疫情多点爆发 能不能及时补破网 接下来是关键时期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下午的词 好 我们下午就好